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呢我想拍一个主题 也是我之前拍过的一个主题 这边太阳好好,我站这边 也是我之前拍过的主题就是 怎么处理一些就是你穿过的衣服 但是现在又不想马上洗掉 那些衣服该怎么处理 我记得我之前拍的一个视频呢 有跟大家提过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这次呢我想跟大家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可以借着往下看哦 这个就是我储存 就是怎么储存就是穿过的 但是现在不想马上洗的衣服 就是把它们叠起来 里面是里面外面都是分别是我老公和我的一些裤子 还有衣服 为什么我会希望把它叠起来 而不是挂起来呢 是因为我一些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洗过的衣服把它叠起来 对吧穿过的衣服把它挂起来 但是我自己不太就是喜欢这样的方式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洗的衣服 这些都洗过的干净的衣服 是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是因为我洗过的衣服 一般来说我都是喜欢就直接套着衣架把它晾出来 然后晾完之后干了之后 我直接就会把这些衣服 举个例子 就像这两件衣服都已经干了 我直接就会把它给挂在衣柜里 这样子的话 它的时间就会比较的短 是不是 如果你是干净的衣服穷把它叠起来的话 你想想你要花费 你想想你要花费多少的时间去把这些衣服叠起来 但挂只要几秒钟 但你叠的话有可能叫十分钟 但是如果你穿过的衣服对吧 你把它叠起来的话 老实说 你穿过的衣服再加裤子 一共你就叠两件 也是三四秒就能完成的 所以我在这边非常建议就是 你可以反过来操作洗干净的衣服把它挂起来 而穿过的衣服就把它给叠起来 这样的话所花费的时间会更短 那穿过的需要洗的衣服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篮子里 然后等这个篮子挤满了之后 你就知道是个时间可以去洗了 你再把它放到洗衣机里去洗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最近使用下来 我觉得非常干净 之前的话呢 就是总是有的时候会乱糟糟的 就这边放一件 那边放一件 家里也比较的凌乱 但是用了这种方法之后呢 我觉得家里就会干净很多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地方 然后把你的衣服给叠起来 那就是不管 就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你要说服你 或者你的家里人 就是让他们保持一个习惯 就脱完之后把它叠一下 你看我老公就随便叠一下 看上去稍微有点凌乱 但总比你堆叠在其他地方好 我们这个只要 只要他做了这个动作 叠两下放进去 我觉得就应该要表扬 对不对 所以大概呢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想和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这么一个视频 有没有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又非常久没有拍视频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对大家有些帮助 那之后呢 就是一个凑市场的视频 因为我觉得这个 因为你要说简洁一概 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之前 那之后呢 就可以跟大家随便说一说 就是也有朋友会关心我嘛 因为现在不是有乌克兰的危机嘛 有朋友关心我 住在这边还怎么样 因为他们有看到新闻说 美国有派兵 然后入住这个拉图维亚 然后我们这边还行 也没有什么 目前来说 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这边的物价 应该说整个欧洲的能源啊 物价什么都是 涨得特别的快 反正今天油价又整了 我之前看还是 因为我们家是用那个柴油 之前看柴 也不是柴 之前看是1.4级 出头一些 然后现在就已经变成1.5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开到另外一个 下一个加油站的时候 看到已经1.53了 我说是石油 不不不 我说是柴油啊 不是汽油 汽油的话肯定会更贵一些 所以这个能源是 非常吓人 关于房子呢 就是因为最近汽油 这个油价涨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 每个礼拜六 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房子 现在我们房子外观 已经差不多出来了 我会在之后 就是这个视频结束的时候 放一下这个房子 外观的一个视频 但屋顶还没有开始装 因为前面一段时间 天气不是很好 但是从这个下个礼拜开始呢 天气就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屋顶 好了 那就今天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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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